Hello everyone, this is Willim 欢迎收看每周的新闻英文 一个礼拜两篇 Denis 14也了解相关的英文单字 那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双篇新闻 新闻来源,台湾news 在影片进行途中 我会教各位英文单字的记忆方法 以及英文长句的阅读技巧 有效的解决你 英文单字背了就忘 阅读看不懂的学习痛点 那我每周一呢 会更新免费的这个YouTube影片 每周四呢 在YouTube我会上架会员限定的影片 那会员限定的影片呢 时间比较长 单字小测验呢 会变成没有期限 一个月呢 只要少少的45元就可以加注啦 那我在这个两个Podcast上都有上架 欢迎各位去收听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热爱学习英文 想必你一定也一直在寻找 能够帮助你学习英文的好工具 这边郑重跟各位推荐一套 EF Hello AI的这套App 它在这个Apple上是最佳教育类应用 在Google是年度最佳自我提升应用程式 那这套App呢 在最近推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 口语训练的一个功能 它的对话非常的真实 并且能够给你及时的一个回馈 那在影片的最后 我会详细的跟各位介绍这套功能 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看到最后影片的示范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文章了 因为有双篇 所以第一篇在这边 第二篇在这边 就只有一句 那想必各位如果有耐心的看到最后 这篇文章绝对能够看得懂 我先播放一下音档 先让各位预袭 今天要看到的单字如下 当然综艺节目 资深的艺人 主持人 黄金时段 那因为这个车祸 车流造成回堵 等等相关的英文单字 在YouTube说明栏的位置 我有放上几个连结 首先我有把全部的单字做好整理 放在Quizlet上 还有呢 把它放在这个单字 有趣好玩的单字小测验上 那免费的版本 这个是有期间限制到 所以各位请记得 一定要留意它的截止日期 那会员影片 就会变成没有期限 我还有放上这个新闻的连结 讲义的连结 欢迎各位下载来收看 搭配讲义效果加倍 那如果你也想加入会员的话 底下我有放上几个会员 试看的影片 欢迎各位去参考一下 再来评估是否需要加入会员 And here comes the first sentence News won The Golden Bell Awards The top honor for television programs in Taiwan We'll hold a two-night awards ceremony in Taipei With non-drama programs featured Friday And drama showcase Saturday 好 那各位这个句子 各位你如果有看到的话 就是发现 哎呦哎 这边各位这是一个专有名词 专有名词后面加上一个逗点 这个就是前面的补充说明 各位来我用这个来讲解 这个名词嘛 就是专有名词 后面的逗点 再补充说明前面的专有名词 把补充说明的部分删掉之后 这个句子的核心概念就跑出来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第一个单字是award 各位这个单字 动词是给予 名词是奖项 各位这个单字是不难记 但是我利用这个部分来 跟各位做一下延伸 各位你如果有看到的话 WAR war 各位这个单字是战争 那当然你如果在玩游戏打赢的话 你就会有一些奖品可以拿 底下这个单字呢 叫warrant warrant A-N-T结尾 一个单字 A-N-T结尾是人 打仗 你如果需要人 就是你是发起战争的人 这个就是会有逮捕令 要把这个人把他逮捕起来 底下一样来跟各位 跟这个warr有关 加上en变成warden warden就是你就想嘛 点狱掌 各位点狱掌是什么 你发起战争 最后就被抓去关 这个单字呢 有一个特别的解释 叫做停车收费员 比如说你路边停车 那我们不是会有那种收费员 来贴那个停车收费单吗 各位那个就是warden 各位那个是warden 你另外一个记法 当然你可以利用中文的声音来记 就是我等 停车收费员 就是等着人家来停车 我等你来warden 那下面这个单字叫ceremony 各位这个单字是典礼的意思 看一下中文 所以这个the golden bell award 这个就是金 golden就是gima bell 就是中 award 各位这个就是奖 所以金中奖 we hold 会举办 当然自己已经举办完了 举办一个tonight 两个晚上的award 颁奖ceremony in台北 在台北 还原中间补充说明的部分 就是黄色的这边 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这个单字叫honor 这个h不发音 honor这个单字叫做荣誉 看一下中文的部分 各位记得 大家在补充前面这个金中奖 所以这个金中奖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the top honor 最高的荣誉 对于谁呢 television programs 电视节目在台湾 它在电视节目台湾 最高的荣誉 在还原第二个斗点后面 也就是这个黄色的部分 先来看一下单字 第一个单字叫feature 各位feature这个单字 老朋友啦 常常看到 名词特色 特点 动词 以什么为特色 它还有主打的意思 那各位feature这个单字呢 就是建议跟future一起记 那你要有未来 你要有特色才有未来啦 下面这个单字是showcase showcase是展示 各位它还有展示柜的意思 接下来看一下中文 with non-drama programs 这是非戏剧类节目 就是像电视节目 综艺秀之类的 非戏剧节目 featured 在friday 星期五呢 是主打非戏剧的综艺节目 各位这边稍微 跟各位提一下 这个加ED 它这个有被动语态的概念 那你可以理解嘛 非戏剧节目一定是被呈现出来的 所以它才是用ED 好 后面 and drama showcase 这个戏剧类 showcase的 这个是被展示 戏剧类被展示 在哪个时候 被在星期六展示 那各位这边 还是跟各位提醒一下 各位你就知道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 阅读的重要性 跟你看到这两个单字 featured 跟showcase 两个单字的意思 其实都是差不多 就是跟展示有关 那各位你看这个阅读文章的作者 为了要一个单字 不要重复太多 所以它就把这个字 把它换掉 feature跟showcase 那个概念是一样的 and here comes the next sentence The Best Variety Program Award was won by Best Variety Show a talent show hosted by veteran presenter Hugua 那这边呢 又看到补充说明的部分了 各位你如果有看到这边的话 各位就是这边嘛 专有名词 后面打一个豆点 做补充说明 前面的专有名词 各位它的长相长这样 后面再补充前面 先来看一下单字的部分 第一个单字是variety variety 各位这个单字是多样化 其实它就是众艺表演的意思 那各位这个单字 其实是这个单字来的 这very这个单字来的 它是有不同 各位它有差异的意思 下面这个单字呢 叫veteran veteran这个单字 就是有经验丰富的 各位它就是有老手 资深的意思 下面这个单字叫presenter presenter 各位这个单字是节目主持人 看一下中文的部分吧 所以这个 the best variety program 最棒的综艺节目的 award奖项 was won 被赢 被由谁赢了 by best variety show 最强综艺秀 来各位那这个 最强综艺秀 它后面开始补充说明 这是一个 a talent show 这是一个才艺表演 那各位这里呢 其实它出现了一个 又来一个补充说明 各位你有看到 这个telent show 各位这个这是名词 名词后面出现了动词加ed 其实就是我所谓vpp 过去分词的意思 这边黄色的部分 又是另外一个补充说明 各位这个才艺秀 是什么样的才艺秀 hosted 由谁主持的 由valorant presenter 资深主持人 胡瓜主持的 才艺秀 and here comes the next sentence who said during the acceptance speech that he started his career in the weekend prime time slot and it has been 40 years of presenting weekend tv programs for families around the country to enjoy together 那各位这个句子 我们倒是可以先利用 这个that在这边 我们先利用连接词 来做一下断句 先看一下单词的部分 各位这个单词叫acceptance acceptance各位这个单词 就是认可跟接纳的意思 那我们直接看中文 他是胡瓜说 who said during 在什么期间 在acceptance speech 在得奖感言 就是说他的意思是 在得奖感言这个期间 他说什么呢 还原that后面 还是很长 这个时候我们倒是 可以利用这个and 来做连接词的断句 好了断句完之后 清爽了很多 那他说什么 各位这其实这个后面 就是名词指句 他说什么呢 说我们先看一下单词 这个单词career 各位这单词是生涯事业 那各位这个单词 我帮各位做一下延伸 各位你有看到 这边不是有个car车子 对不对 那后面有加算一个er 开车的人 就是当做是职业 生涯事业 你就想计程车司机 开车不见得 像货运司机也是 career 生涯事业的意思 那各位跟car有关 后面叫上本 carbon 车会排放碳 那接下来车子 常常会载什么呢 cargo 就是车子往前进 就是上面装有货物 不管是人也好 物品也好 总之就是会载人 cargo 后面加上T 变成car 变成手推车 所以这边这几个单词都跟car有关 career carbon cargo cart 下面这个单词是prime prime这个单词首要的 主要的 各位它有全盛时期的意思 后面加上time 其实就是黄金时段 再来一个单词叫slot slot这个单词 其实各位这个单词很常看得到它 就是比如说你去停车场缴费 你不是要投那个硬币进去 各位那个slot就是一个插槽 一个口的意思 那你如果像我一样喜欢自己组装电脑 那那个电脑有没有 不是有很多插槽吗 各位那个也叫slot 知道哦 那它也有时段的意思 看一下中文的部分哦 说什么呢 在得奖感言 他说呢 he started开始他的his career 他的事业 in the weekend 在周末的prime time slot 周末黄金时段 在还原end后面 没什么单词哦 我就直接讲中文了 那这个呢 it has been 40 years 40年的 40年的什么呢 presenting 主持 主持什么呢 weekend tv program 周末的节日 节目 为了谁 for families 所谓的家庭哦 around the country 在全国 来enjoy together 全国一起享受 各位这个句子就是第二篇新闻哦 第二篇新闻是国道三号的那个车祸事件 news 2 as a result of the accident two lanes were closed and southbound traffic was stalled for approximately 4 kilometers on highway 3 这个句子 句子难度不高 我们直接看中文就可以了 第一个单词叫lan lan这个单词就是车道 小巷哦 各位他有游泳的道路 总之就是一条线的那种感觉哦 那当然你就可以跟line一起记啦 lan 那下面这个单词叫southbound southbound各位就是往南啊 南下啦 各位知道 你如果改成north 变成northbound就变成北上 各位可以 那我独立讲一下bound这个单词哦 各位bound是太猴记了 你用中文 bound 这样就记起来了 ok 那各位这个bound 你被绑住的就是准备要去哪边 开往哪个方向 底下我稍微跟各位补充一下college是大学 bound是往那个方向 你如果是collegebound 意思是你是准大学生 通常指的就是那个高三 有没有学测过后 你已经有学校可以读的collegebound 下面这个单词叫stow stow各位这是攤位哦 这个单词怎么记它 你就是stand的利用这个字来记 stand就是站 那如果太多人站在那边 当然就会堵住啊 后面的人就被堵住 你就想在排队的时候 前面站了一堆人 你就无法前进 所以各位这个单词 stow还有回堵的意思 下面这个单词呢 叫approximately 哦很长个字哦 approximately是大约 大概的意思 看一下中文哦 所以as a result 作为一个结果 什么结果呢 accident意外的结果 two lanes南下北上哦 we're closed的就关闭了 and southbound南下的这个traffic 南下的交通 wa stowed的就回堵了 approximately 大约多长呢 4km 4公里在highway3 过到3号 影片进行到这边哦 我来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个EFHello这套app 最近推出的口说练习的影片 那EFHello这个app呢 最近推出了一个非常棒的口语练习功能 我实际示范操作一下给各位看 好啊各位你看到这个就是一个课程 跟办公室跟学校有关 那我点探索课程进去 好那各位你有看到有单词长远这个 我已经是绿色狗狗 表示我已经学完了 在最底下有个口说练习室 点进去之后呢 各位它会给你一个情境 就是你是学生嘛 你在图书馆跟另外一个同学住在一起 准备要讨论英文课程 来我们开始对话 好那首先他就抛一个问题哦 How's your English class going 最近英文学的怎么样 那当然这边我们就说 我们正在学跟William老师学新闻英文好了 Great I'm having English class from teacher William He is teaching English news That's a really great class 各位你看他的回答 你就会知道他的对话有多真实 各位你看他有提到William 对不对 他也有提到English news 各位你看就是发现 天哪这个系统 它并不是一个特定的模板在回答 来这边我做个转折 来给我们实际示范看看 各位这个对话到底真实到什么程度 我们现在不是在图书馆吗 图书馆不能讲话对不对 来各位我约他去星巴克讲好了 Hey we shouldn't talk in the library How about we go to Starbucks to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to continue our conversation sure let's go to Starbucks so what kind of topics do you discuss in your English news class with teacher William OK好各位你有看到我成功地约他去了Starbucks 那各位这个对话还可以继续进行下去 不过碍于文章的篇幅我就先介绍到这边 那这个对话结束之后 他还会给我一个回馈 等一下在下一张投影片 我会给各位看他给我的什么样的回馈 那这个对话完成之后 他还会给我一些这个AI的意见回馈 那他意见回馈有几个我觉得蛮不错的地方 就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辨识程度是相当的精准 跟你如果有印象 我刚刚其实有点吃了螺丝 我讲的SPA 我讲Starbucks 变成讲SPA 对不对 各位你看他辨识出来了 所以他辨识的方面是准的 那当然辨识准有什么好 就是说当然你下一次就会知道 原来我要这样讲 就是精准的改善你的弱点 对不对 那接下来第二点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地方 他就是有没有建议 他还会建议 接下来该怎么做会比较好 那真心建议各位 可以利用他 他有那个7天的免费试用的时间 各位你就先注册 那你可免费试用个7天 那你7天用完了之后 先去试用这个口说练习的这个功能 那用完之后 你如果觉得不错 你就可以利用我提供的折扣 下去做8折 就是有8折还是不错 就是8折 来改善自己的英文能力 来看一下单词复习的部分 首先第一个字 这是综艺节目 Variety Show 下面这个单词 资深老手的意思 经验丰富的人 Veteran Veteran 下面这个单词是主持人 Presenter Presenter 再来黄金时段 Prime Time Slot Prime Time Slot 拖延停止回堵的英文 Store Store 影片播到最后 我再将全部的音档播放一次 让各位复习 News 1 The Golden Bell Awards The top honor for television programs in Taiwan will hold a two-night awards ceremony in Taipei with non-drama programs featured Friday and Drama Showcase Saturday The Best Variety Program Award was won by Best Variety Show a talent show hosted by veteran presenter Hu Gua who said during the acceptance speech that he started his career in the weekend primetime slide and it has been 40 years of presenting weekend TV programs for families around the country to enjoy together News 2 As a result of the accident two lanes were closed and southbound traffic was stalled for approximately 4 kilometers on Highway 3 影片看到这边 照慣例又要 恭喜各位又看到最后了 真的是真心不容易 那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 能够帮助你学习到英文 也欢迎你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拜拜